险庆五年,奈川和尚,飘来数百具尸首,每具尸身都长有林甲,虎毛受找,当今天后将唯一之情的武作变为首诗人,让他永世不得离开这里半步。 多年过去,陈年旧案即被翻出,原因无他,只不过相同的作案手法又出现了。 武则天,历史唯一正统的女帝,在她的祈福大典上,云雾翻腾金龙现身,本是祥瑞之兆,可随即一双赤铜出现在迷雾中。 金龙身骁浑散,电闪雷鸣间狂风大起,一颗巨大的罗煞飞头探出,文武百官被吓得魂飞魄散。 满朝将士都不是罗刹对手,死伤无数遍地横尸,他嘴里伸出的触条,所到之处地动山摇。 妖火乱象,天罚污蔑,难道国事的预言成真了? 飞头罗刹大闹祈福殿后不见了踪影,随后百名官员离奇死亡,洛阳城内人心惶惶,可天后为乙正视听破除预言,祈福大典势在必行,留给他们的只有五日时间。 而这项兼具的任务,自然落在了大唐第一神探,敌人劫头上。 所谓吃饱喝足好干事,缩完一碗杨春面后,敌人杰带着助手上官燕尔进攻面圣,背后却突然出现一个鬼影。 双方你来我往一朝一室,却不敌敌人杰和上官燕尔,原来他们是金武卫统领贺连将军的手下,为的就是给敌人杰一个下马威。 贺连带来天后口令,大典如期举行,要他们携手调查,五日内必须破案。 一行人来到案发现场,只见敌人杰拿出形状怪异的漏斗,脑海就浮现了当晚情景。 乌云密布,遮天蔽日,现场乱作一团,士兵皆死于重击,所有尸首双目赤黄,形如兽统。 敌人杰询问主持的祭祀,这可是虚幻的方术所致。 祭祀认为不太可能,方术以假乱真也有极限,而罗刹却可悔悟杀人,绝非方术所致。 此地得不到更多线索,敌人杰便决定去找一人, 而那人就是国师。 自从留下妖惑乱象,天罚污蔑的预言,国师就被天后囚禁在这幽暗之地。 刚进入口,一名白面墨发的男人拦住众人,贺连手下立即对上, 可男人即便被刺中也毫发无伤,行动自如。 一旁观战的敌人杰瞧出了玄机,他让贺连飞出战斧,斩断玄思。 原来男人是由无影丝线操控的傀儡,而控制他的便是这个女孩。 他自称是国师座下的童子小婉,说国师正在闭关,劝他们不要去打扰得好。 可贺连不听,执意要见国师一面,毕竟来都来了,总不能无功而返吧。 一条金龙翻腾而出,众人抬头一看,恍然已被带入停格之中, 国师就矗立在水中央。 突然,湖水沸腾,罗刹巨头从迷雾中现身,贺连手下起身飞上, 但在罗刹眼中,他们就如同娄一般,不用一息时间便双双殒殒命。 国师出手相助,唤出金龙,可罗刹一口便将其吞噬, 最后国师也落得个身效浑散的下场。 紧接着飞头消失,可他为什么不把剩下的人杀完呢? 诡异之处让敌人杰百思不得其解,为继续寻找线索, 他们来到停尸阁,发现尸体伤口长有铃甲, 于是,敌人杰拿出尸葬牌五粮液,撒在棺材附近, 换出了停尸阁的守诗人,鬼老。 险庆五年的旧案就是由他经手,现在与当年的尸身状况一模一样。 他带众人进入密室,里面放置了开堂以来所有的悬案卷宗。 经过查阅,他们发现很多怪事都发生在黑水河一带, 河上有座名为幽都的妖国,猜测飞头罗刹也许出自于此。 敌人杰决定去幽都一探究竟,抵达入口时, 当年失踪的影位尸骨便不满。 还有一句作画的尸骨,身穿龙鳞铠甲, 那是上官燕儿当年失踪的父亲,上官海。 往洞内深处走,众人发现了一张图纸和造型怪异的尸骨。 敌人杰猜测,这里可能进行过某种惨绝人寰的实验, 例如乌桑的洗碎接骨树,此树将人挫骨耗血去其肺臀骨, 再与各种生物进行结合,从而形成了人形妖兽。 就这么想着时,大批妖兽袭击了敌人杰等人, 交手数回才将他们击退, 可赫连将军却像是发了疯一样,拼命敲打碧眼。 眼看洞穴就要坍塌,敌人杰一会儿逃了出去, 只有赫连和小婉被困其中,生死不明。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,敌人杰只能继续回去研究尸体, 可突然有什么物体袭了过来。 敌人杰寻着动静追上,那是只可引身的半熙人, 他将敌人杰引到一座院中, 在那赫然坐着的就是早已弃绝身亡的赫连将军。 然后,他就像国师那般,发出歇斯底里的吼叫, 燃烧殆尽了。 随他们一起去幽都的众尸首找到了,包括小婉。 这一趟死伤惨重,敌人杰望着水盆, 回想案件的桩桩剑剑。 突然,他像是想到了什么, 立马提笔交给燕儿一封信, 随后就去验证最后一件事。 隔天,祈福大殿如期巨型, 飞头罗刹也准时出现。 他开口喷出的气流,将士兵们掀翻在地, 就在他继续怒吼时, 一只大掌向他袭去。 黄沙漫天后, 取而代之的是那敌人杰的巨大身影。 这,究竟是为何?